我先請教部長 這個因為總統 他很多人跟他這個反應說 現在快篩不好買 大牌長龍 那總統只是說 要P多元的快篩通路來解決 那請問部長現在 這個部分你打算怎麼解決 基本上我們大概快篩十名次 但總統認為說用單一個管道 來提供恐怕還是不足 說本來對於國產的這一部分 我們就是暫時並沒有完全來徵用 那希望他能夠供應在整個的一個 市場的通路 還有一些企業的通路 那國產的部分這樣子 大概可以釋放多少出來到 到一般的通路 你說在國產的方面 國產方面他以前大概做到28萬 現在可以增加國均等等下去 大概在5月就可以做到 應該可以做到40萬 可以做到1200多 那然後下個月可以做到1500多萬劑 那這個放到這個市面上的這個通路 國產的部分 什麼5月的5月的什麼時候 大概可以可以 就這個月上個月底 現在開始就大概30萬劑的每天 然後然後再跟著這個產能的增加 會增加到40萬 因為我們賣100塊 這個實名是這個100塊 所以國民黨說 這個衛福部在發國難財 把人民動作攀 那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 你的感受是什麼 沒有我想還是要就事論事 第一個我們大概 這個進口的不管是雅培也好 螺絲也好 不管是我們共同供應契約 或者現在我們的增用的價格 一直維持是95塊 那95塊是不是有跟他買的比較貴 其實坦白講 在一開始要增用的時候 這螺絲是不願意的 他們希望能夠更高 他們開的價格是希望有125塊 那因為雅培同意了 所以他們擔心這個市場 就全部讓雅培一家就拿走了 所以螺絲也就強著 他希望就是說能夠比較大的單 讓他們價格就能夠往下降 這是我們在物資主席 算蠻成功的一個商業談判 那我們也看看螺絲在國外賣的價格 事實上我們有請外館去做相關的調查 相關的價格 就大概至少都150塊錢以上 是 所以在台灣螺絲這樣的一個 算是國際的品牌 那在市民資上面可以有100塊來供應 那我認為價格應該是合理的 沒有所謂擔心的問題 是 反正這個就有競爭 所以螺絲後來也同意了 所以螺絲是希望一百二十五塊 後來他九十五塊 同意 其實這樣就差三十塊 政府帶人民薪三十塊 你覺得柯市長跟印度神統追一個比較準 你怎麼在那裡 沒有 沒有 預言是這樣 預言都有準的適合 預言是說好在那裡 電視我看給你跳廟 你八廟都沒有說話 如果說已經下台就不用發言了 你的意思是怎樣 怎麼停那麼久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不可以說 如果我已經下台 還有什麼評論 我沒有說的是 如果下台我就不會評論的 反正說無言的抗議了吧 無言的抗議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部長 有的把你質詢或者是質疑開記者會 那可能有一些根本沒有證據 你的想法嗎 想法不用了 就好像我今天也跟大家講 政治的質疑 那是不用了 我是人 我的想法也不用了 但是大家要有一個抗議就好 你覺得他們的抗議這樣OK嗎 我就說比較有抗議是比較好 人總是要來往的 OK 我也不歡迎 但是我盡量喝奶 你喝奶喔 我看你喝奶喔 這也是我們做這個事情 必然要承受的 但是我們都是人 我當時也會承受不了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